老闆 诶怎么样 他门口贴了一个公告说公休一周 真的关了 我天呐 诶 终读文诺文啦 我之前就跟你说要跟他讲 事情不会变成这样 诶什么都是我 一开始是你说到比赛的耶 而且你也不是不知道她的個性 我們隨便寫一寫都超過她的名次 她當然不爽啊 那我怎麼會發現啦 而且比賽都結束了 還以為就沒事欸 會不會是出版社跟他說的啊 他跟總編那麼熟 出版社跟他說 就這樣出版社應該也有跟他說阿葵是誰囉 不然留言時間也太巧了吧 阿葵的留言跟他有關係嗎 應該是學長叫阿葵去留言的吧 為什麼 打擊前面的名詞啊 我們作品得獎了 但是被說有邏輯問題 出版社還敢找我們處處嗎 欸不是吧 學長沒有這麼壞吧 還是說 還是阿葵就是學長 你先想看喔 這整件事情從一開始他是第五名 但是阿葵一出現他就變成第二名 然後最後得了第三名 所以基本上就是阿葵幫他得獎的 而且這整件事最大的受益人 就是學長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不可能啦 他還在叫我們幫忙找阿葵是誰 還是他早就知道我們有參加比賽 用這個方式來試探我們 欸 兩位我還有事情要忙喔 我就先不講了 反正我們現在瞎才也不是辦法 我們就看著辦吧 好 我先掛囉 拜拜 等一下 溫仙 等一下 你什麼時候回家啊